晚上六点欢迎加入战胜大国民一网打进夯话题 在今天头条我们首先带你了解 这就是全国都高度关注的 县兵为了要查白色恐怖时期的文件 结果到民宅搜索 他到底是不是非法搜索呢 今天葛奎跟国防部长都出面了 说道歉也要调职 不过首先来了解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原来是这一位先生 他二月份的时候被发现说 他在网路上要贩售 之前也在网路上买到了三份2280期的文件 那这个时候军方就关注他 而同时打电话约他 名义上是要买普洱茶 但是约到了捷运站之后 却是告诉他说如果你不配合 会很难看要到他的家里面来搜索 后来就进到他家把文件也给拿走了 这一名卫生男子的说法是因为他很害怕 所以一切都只能听他们的 军方售后给他一万五千块钱 要他什么都别说 这三份白色恐怖文件流传在拍卖网上贩售 民众得标后竟被宪兵队闯进住家搜索 卫先生恐惧到发抖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要买那个普洱茶 叫我送过去 就忽然就五个说拿那个证件说他是那个宪兵的 宪兵队利用钓鱼的方式 假装成网路买家和卫姓男子约在卢州捷运站见面 看到对方一出现立刻把人压上车 强迫配合 捷运站面交却突然被压进车内 卫先生被五名壮硕男子前后包夹 自称是宪兵 他立刻质疑有没有搜索票 但对方回说那种东西很简单 拿到搜索票去搜就会很难看 卫先生吓得带他们回家 有一个跟我讲说你要同意他们搜索 不然他拿到那个搜索票的时候 情情又不一样 你要好好配合 卫先生的女儿把全程po上网 说宪兵到他们家就开始用录影机录影 拿了文献甚至还冲进房间拍 爸爸被载到 征讯是征讯 晚上快12点才回家 卫先生事后被迫补签 自愿受搜索同意书 还有这张扣押物品收据 罪名是赃物罪和妨碍秘密罪 事后对方还派人 疑似塞钱想封口 卫先生坐在超商内 对面两名穿便服的男子 就是军事总队人员 拿出一万五 自称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奖金 卫先生不得不收下 回顾整齐案件 从去年9月 他网购得标文件 12月他在上网拍卖被盯上 今年2月 宪兵队假装买普洱茶面胶 8点被征讯 一个多礼拜后 突然收到奖金 以为碰上诈骗集团 他还赶快报警 犹如白色恐怖情节 心里的恐慌难以抹灭 TVB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这个事情一开始 是魏先生的女儿 他在PTT上面po文 很多人还留言说 这不可能发生在台湾吧 这是虚构的啦 但后来发现 真有这么一回事 那军方怎么解释呢 他们是不是真的拿了 一万五的封口费 让人家被自愿搜查呢 军方在今天说 这一万五其实是 鼓励的奖金 那么非常谢谢 这一位民众提供了相关的线索 但这说得通嘛 还有另一方面 军方说了 从一开始相约到回家 到拿文件 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有录影 绝对是合法的 但引带今天不公开 若有违法移送法办 国防部强调绝对没有违法搜索 但是当事人质疑 强迫配合哪敢不从 民人自己从他的这个防潮箱里面 取出来交付给我们 我们是在经过他个人的 这个同意之下 在前往他家的途中 在车上签例的 我们跟他见面了以后 他其实已经表达愿意签 那因为为什么会在车上签 因为在车上不会在 因为那是在捷运的场合里面 而且也没有座椅 也许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请他上车 我们到他家里面去进行 这个资料的获得 是当事人自愿配合 还签了同意书 也是先签再搜 符合无票搜索的程序 那为何约人出来的时候 还要洋装是来买普洱茶 并不熟识 我们只知道他在网路上面 准备要贩售这个所谓的文件 约他出来碰面主要就是 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 他对方到底是谁 当事人口中 军方事后还想给 一万五千元的封口费 军方说那是奖金 这绝对不是封口费 签这个奖金的目的是 最主要是要追寻 他的数量来源跟他的流向 那如果他愿意配合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会请他 签立一个确解书 并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协调 所以我们基于侦查不公开 以及尊重检察官的职权 因此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就不公开相关的影片的内容 国防部强调全程都有录影存证 不过现在已经进入司法侦办 侦查不公开 但是在见面的当下 到底是强迫还是自愿 双方的认定南渊北撤 手法上有无瑕疵 只能让检方查清楚 机会变成王伟凡 苏凯成 徐代轩 A412组台北报道 好 不过到底文件内容 是什么军方要这么的重视呢 根据了解是50年前 当时涉及了被指控是共谍案的军人 他们互相之间检举 跟自首的对话内容 但其实这50年 按照现在国家的规定 超过30年 即使绝对机密都可以解密了 所以立委今天就指一 国防部这个时候 还需要强取的话 原因是什么 那当时的某一个军人 他检举曾经是高中同学的同僚 这三份军方文件泛黄 但字迹清晰可辨 上头写着兵工署研究室表白案 还写上了切结 事隔50年引来宪兵搜索 掀起轩然大波 立委表示 这些文件都是民国51年左右 被认定涉及共谍案 自白和互相举报的记录 在51年前是机密 那以我们相关的法令 其实都已经到 超过了解密的连线 按照法规 机密文件超过10年连线 还有超过30年的绝对机密 主管机关完成了内部程序后 就得以解密 但如果事关重大 档案管理哪边出了瑕疵 依照国内机密保护法 公布事情之后 它是已经视同解密 研判可能是在水消这个困难中 会有一点舒适 然后倒是这个外联 文件散落在外多时 已经归民众所有 连国防部都表明已经可以公开 因此立委质疑军方再度 抢取的动机 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 跟国防安全 有吗 网路上面它就写 有吗 所以第一个 说法让立委无法认同 通骂政战单位 没详查内容就逮人搜索 点名要政战局长下台负责 而新政府上任在即 立委们之前提案修法 要清查白色恐怖的加害人 军方挑在这时 大动作搜猎文件 引发外界联想 还是因为 我们现在要求 要找回228的真相 所以有些人开始担忧 被文史工作者 视为至保的尘封文件 起因来自档案意外外流 对此军方恐怕也得好好究责 而现在行政院长 已经下令就责了 张善政今天召开了记者会 他认为这次 宪兵的搜索的确是不妥的 所以要求知情的主管 立刻调职 在政战局这边的决策 还有到这个执行阶段 是到宪兵指挥部 为了让将来的这个调查 能够顺利 我们觉得国防部应该把 相关的主管调离限职 暂时调离限职 所以这并不是部队里面的案子 纯部队里面的案子 涉及民间 涉及民间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 适合由这个建兵的这个部队 去做这个动作 是有问题的 比较理想的做法 应该是透过检察官体系 去做这件事情 另外那么国际最聚焦的焦点 在朝鲜半岛 因为美韩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在今天要登场 一直到4月30号 那么代号是关键决断 韩摇英 那么看到了这一次呢 包括了双方所动员的人力 韩国方面呢 说是比去年还增加了4倍 同时呢 美军方面所出动的这一些军事力量 可以说是40难来质量之最 那么出动了有航空旅 海军陆战旅 另外还有核动力的航空舰 以及核潜舰等等 那么韩国方面呢 当然他们在南韩的部分 动员的人力也非常的多 不过北韩在这个时候认为 这一次的军演根本就是对 朝鲜发动入侵的一次的预警 也因此呢 他们已经发下了豪雨 说这个时候 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去轰炸全球的 特别是针对美国本土 美国跟南韩要举行40年来 规模最大的军演 刚被联合国制裁的北韩 除了向美方呛响 还威胁要发动核武攻击 金正恩12月动动就已发射 卫星之名测试弹道飞弹 联合国安理会因此祭出 最严厉的制裁 这次一年一度的美韩军演 双方出动的军力 号称历年来最大规模 动员人数是去年的四倍 美国会派出海军机动 跟战斗航空旅 以及日前才刚通过南海的 圣丹尼斯号航母 而这次关键决断军演 也是首次根据作战计划 5015进行 就是假想北韩发动 核弹攻击的演习 金正恩恰恰 他们随时可能会发射核弹 南韩也口头反击 指北韩如果在军远期间 做出挑衅行动 他们会以几十倍的强度 严惩北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目前正值大陆 穷过两会期间 这台海关系的变化 当然也非常值得关注 首先看到的就是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台的大政方针不会改变 不会因为台湾的政情改变 而影响到他们的基调 基本上还是承认九二共事 同时反对台独 同时再看到的是 大陆五年的经济蓝图 在这个规划里面非常特别的 是有一个高铁的规划 把台湾纳入其中 大陆今年全国两会的重头戏 是代表今年起跑的 五年经济蓝图 十三五规划 不过翻开草案 这是大陆十三五规划的高铁战略 但仔细一看 福州到台北之间 怎么有条虚线越过台湾海峡 原来大陆官方计划在 2030年达成了高铁交通路网 也涵盖台湾路线 从北京往南 一直到福州 之后再由福州 衔接台北 这是李克强就任总理后 第三次对人大做工作报告 也是连续第三次 强调九个共识 但和去年不同的是 今年加了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大陆从中央到对台系统 捍卫九二共识的政治底线 大陆学者分析 这是输给五二零即将上台的蔡英伦听 这是一个完整的叙述 过去也是这样 我们对九二共识的认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是没有变的 就是当前处在一个两岸关系非常关键的事情 把问题再全面的准确的清晰的阐述一遍 除了两岸关系还有大陆经济发展 外界关注的还有大陆2016年的军事国防预算 编列了9543亿人民币 比去年增加了7.6% 外界一度预估大陆国防预算将因为南海问题大幅增加 港媒甚至报道会超过20% 不过最后增加7.6% 大陆新华社报道 今年的增幅是六年来最低的一次 TVB的新闻 萧云强曾俊豪在北京报道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出访的行程不少 而民众也想要追逐领导行程 所以看到就是因为他的效益 写得澳洲一个本来是失业率最高的岛屿 现在变成了观光业成长最高的地方 大片安树林陡峭山壁 还有一望无际的美丽海景 俗称小魔鬼的戴欢 对着游客张牙舞爪 这里是澳洲最南端岛屿 塔斯玛尼亚岛 也是陆克最新的旅游天堂 塔斯玛尼亚岛面积9万平方公里 居民以发木业为主 这里曾经是澳洲失业率最高的地方 不过自然景致 还有各种亲近野生动物的行程 对了陆克胃口 短短几年就成为澳洲观光业 成长最快的地方 到沙漠中骑骆驼看仙人掌 在岩石下尽情游泳 或是搭吉普车看袋鼠 对陆克来说 远远比高档邮轮 或是疯狂采购来得有趣 习近平夫妇访傲时 彭丽媛抱着戴欢的照片 更是让不少陆克 也想体验所谓的领导行程 不只是来玩 有投资客看准这里的好山好水 再加上澳币对人民币持续下跌 打算在岛上置产 让这个原本前景堪忧的小岛 成为抢手的观光景点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在亚洲打造摩天楼 变成一个建筑地标 好像是新的行销手法一样 我们就看到大陆最高的 那就是上海中心大厦 高632公尺 大陆最高全世界第二了 来看它是如何雨天真高 摩天大楼雨天真高 大陆上海陆家嘴高楼处立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旁 还有一栋大楼 慢慢往上涨高 这是上海中心大厦 2008年动工 缩始呈现 晴天雨天 历经2000多个白昼黑夜 这个大陆最高的摩天大楼 2015年落成 超越隔壁邻居 高度632公尺 不只是目前大陆最高 还是全球仅次于哈里巴塔的 第二高摩天楼 632米的高度 将超越金贸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 这是工程师们关于垂直城市的大胆想象 建筑上的突破还包括随着高度往上 每层扭曲一度 这种设计可以延缓风流 避免造成摩天楼因为墙风剧烈摇晃 600公尺的高度 从新建开始就是话题 两年前还有俄罗斯登高玩家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 爬上上海中心大厦工地 挑战站在600公尺的高度 俯瞰上海 随着完工启用 这个632公尺的高楼 也列入世界十大最高建筑之一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我另外看到是歌手张信哲 他最近带了20个布农族的小朋友 去大陆歌唱比赛当中 原来在背后是有一段故事的 当年他在基督学院念书的时候 教过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 他知道偏乡孩子资源真的很少 所以参加节目的交换条件就是 他要帮助偏乡成立音乐教室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聊亮嗓音唱出温暖情歌 张信哲在《我是歌手》 第四季的舞台上 安排了一个特别桥段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梦 20位布农族的小朋友 排排站在张信哲后方 唱八部和声 这些小朋友通通都是住在台东 而他们的父母 曾经都是张信哲 30年前教过的学生 985年的时候你来这里 我教过你吗 你是我的老师 曾经到台东担任音乐老师 张信哲了解偏乡资源的匮乏 决定重回校园 其实我本来只是用我的老五捐给他们 但是我后来一想 有这么多需要 干脆做大一点好了 深刻的渊源 让这条断了的线再次连接 而且还组了基金会 希望能帮助更多偏乡孩童 有学习的机会 感人的故事和歌喉 让张信哲一举拿下好成绩 不过现在的他 可以说是蜡烛两头烧 我爱你是多么清楚 多么坚固的信仰 一边忙新专辑 还要一边准备演唱会 而且这也是张信哲 睽違十年再次回到台湾开唱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怎么任性怪你 犯了错 回国一首首经典好歌 横跨快三十年 想必到时演唱会将带着全场歌迷 走进时光隧道 TVB的新闻 德鱼正祥台北报导 上一段的战胜大国民 我们一起来看咯 吃个饭要四滴效果 太空主题餐厅要够炫才上菜 在台北市的内湖出现了一个豪宅菜市场 其实就是之前被鉴定为海沙屋的江南市场 那么政府BOT给建商重建之后 一二楼菜市场三楼以上说做办公室 可是建商重新申请说要多旅馆经营 现在摊商看了之后说这格局太奇怪了吧 市场不像市场是让大家没生意做把他们逼走吧 一楼侧面宏伟壮丽 造型有点像宅版凯旋门 这栋楼外人看像豪宅 那你问附近居民 原来这里以前是内湖的江南市场 当时被鉴定为海沙屋 民国98年甲山林建设以50年权利金1600多万元 标下市场BOT案 原本规划一二楼做市场 三楼以上当办公室不得作为住宅使用 但现在三楼以上要变更为旅馆 这让未来要重回市场内的摊商们担心会被间接逼走 多豪宅多漂亮的店面很窄的宅 菜市场盖得像豪宅 一楼原本设计规划25个摊位 但前面这四摊 每一摊只有一个人摊开手臂的宽度 水泥墙隔着怎么卖菜卖肉是考验 我们做三四年市场 这种市场盖这样没办法经营 而且应该要做低 人家进来买东西 坐在里面一看就有客人进来才好打招呼 他不是他现在做这个样子 你客人没有到你摊位前 你不知道有人来 有人质疑 一楼的规划根本不像菜市场 反而更像精品店 不过建商表明 设计图都是经过市场处审核通过 外界质疑 50年权利金1600多万 等于一个月租金才26000多元 是否土地建商 市场处表明 江南市场BOT案 除了1600多万的权利金之外 新建期还会收公告地价 土地租金1% 一年大约140多万元 等到营运期 每年会再收3%的土地租金 目前允许建商三路以上变更旅馆 还能再收一笔浮动权利金 也就是营业后包底抽成 而未来也会定期检查 避免建商随意变更用途 TVB的新闻 陈建敏红厂台北采访报道 还有这个餐厅不像餐厅 你进到包厢呢 感觉好像太空船要发射一样 而且要有4D的效果才够炫 我们来看这赤字3.5亿 所盖出来的第一间太空漫游主题餐厅 3 2 1 点火 民主推进器 预备 民主推进 启动 启动引擎准备展开一场太空之旅 穿梭在太空站之间 拟针的画面搭配上震撼的声光效果 这不是游乐园 而是为在北京号称全球第一家太空漫游主题餐厅 这间主题餐厅都环绕太空船舱来设计当中 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间4D的气动包厢 走进来之后会发现一个圆形的平台 它会上下左右的晃动 再加上左右两边的荧幕 营造出一种让顾客在行驶当中的太空船 用餐的感觉 振动座椅的效果要应用在餐厅并不简单 晃动太大 餐盘里的菜 杯子里的水会洒出来 幅度太小 又隔靴搔痒 怎么测试 像电影《头文字》底里 男主角周杰伦用水杯训练驾驶技术 我开始播放了 那边气动座椅开始动了吗 再挑小一点 再挑小一点 主要的营兽的理念就是性价比高 也就是大的差异化营兽 我们想给我们这群年轻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包括环境服务 文化服务 去年一整年 大陆餐饮产业总收入超过16兆台币 成长11.7% 有紧格把用餐环境作为决胜关键 锁定大陆20到35岁的年轻人 不过这个世代也是大陆互联网餐饮的主力消费群 像是线上外送市场的爆发 2015年超过7100亿 足足比2014年增加48倍 学者分析 大陆过去经济成长 靠投资一般民众很难有感 虽然产业结构变化 民众却能感受到生活品质提升 例如餐饮的选择多元 甚至认为庞大的内需市场 将让服务业扮演稳定大陆经济的角色 TVB的新闻 肖云强 曾俊豪在背景报道 看到需求然后去创造市场 我们继续带您看到菲律宾 他现在几乎是亚洲国家的学生 或上班族要学英语 特别是这种短期教育的首选了 为什么呢 因为算一下学费 包括住宿 上课一个礼拜 5万8台币左右 比起欧美便宜很多 特别英文又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最近日本他们选择了 透过这种线上教学的方式 能不能让菲律宾的老师 一对一的跟他们的学生上课 因为即将他们要进行的 这个学测的考试当中 2020年开始都要考英语对话了 一副耳机一台笔电 成了东京这间私立国中 国一学生的基本配备 为的就是要克服 多数日本人害怕说出口的英语 我的名字是菲律宾 萤幕的另一头 是距离日本3000公里外的菲律宾老师 嗨 早上午 一对一的英语线上对话 每次25分钟 一个人的学费300台币有找 再怎么不敢讲 不想讲 也得勇敢说出来 请你再回答 Yuki 你怎么办 我很好 谢谢 你怎么办 我很好 谢谢 你怎么办 我很好 谢谢 师傅 非常轻轻 日本语 没有通知 但是 从来自法的事 都会做得很简单 所以非常容易 目前有越来越多日本私立国中 像这间学校一样 开始导入和菲律宾老师 一对一英语对话的线上课程 因为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 而当地的英语发音听起来 也比欧美人更容易懂 日本将从2020学年度开始 在大学考试里 新增英语绘画这个项目 换起当地校方的危机意识 让英语绘画从国中开始扎根 为了提升国小国中高中生的英语能力 日本文科省更在上周 对英语教师的培育定出统一方案 特别针对国高中的英语老师 必须达到英俭一级的程度 并且在听说读写都能均衡发展 日本师生卯足境 拼外与软实力 菲律宾校方也十万火急培育人才 就怕英语老师的人数 供不应求措施良机 这里是菲律宾苏武岛的一间语言中心 底下响声阁成英语老师的菲律宾人 做了好几排 但能够配合日本教学方式的老师 却为数不多 去年是400名弱 今年是750名的教师 所以现在必须增加教师 现在必须增加教师 国家增加英语老师 包含住宿学费约在台币五万八 比起欧美几乎便宜一半 而辛苦的程度则增加一倍 我们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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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智或是一对一 让你没法打混 一天八到十个小时 全程英语对话 这张是那张是那张的 这张是红色的 活泼的教学方式 加上重复问同一个问题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削弱学生对英语的恐惧 这种严格又密集的斯巴达教育 不只学生甘愿受 就连世界各地的上班族 也都慕名而来学英语 我已经决定在这里 我必须要学习 我从日本工作 做医生 我离开工作 然后来这里学习英语 课程满档天天考试 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 达到最大的效果 期盼苦尽甘来的一天 而日本的国中教育改革 也意外将菲律宾的英语 商机继续扩大 TVB新闻综合报道 如果从高等教育 薪资 各种条件来衡量 到底哪一国对上班族 特别是女性最友善呢 我们看到了就是 经济学人 他们所公布的玻璃天花板指数 结果看到明天前报 全部都是北欧国家 是最友善的女权意识高涨 今天呢 3月7号 在大陆呢 他们称为女生节 明天是妇女节嘛 那顾名思义 今天要对所有女生 竭尽心力 讨好他们 北京人民大学 校园内各个角落 拉起洗目红布条 内容形式五花八门 有横的 有直的 还有从大楼顶上往下挂 逼谁抢眼有气势 当然创意不能少 内容清一色 都是要讨女生欢心 红底白字写着 不要蓝宝杰尼 不要法拉利 我们只要你 或是搭上天气梗 不怕雾霾遮住眼睛 只因为你是最亮的心 这么肉麻 为哪招啊 原来每年3月7号 三八妇女节前一天 是大陆大学校园 特有的女生节 顾名思义 就是为女生打造的节日 这一天 不论年龄 女生最大 校园里的男学生 则是绞尽脑汁 讨欢心 趁机告白 有些走霸道路线 直接点名 你是我妈 唯一指定儿媳妇 也有语代威胁的 像是这一种 你若披上别人婚纱 我便穿上少林的袈裟 女生节最早要从90年代说起 原本是山东大学创立 后来被大陆各大专院校模仿 演变成告白不调禁赛 在搞笑和趣味之外 有大陆学者指出 女生节的出现 象征大陆女性 社会地位的提升 以及对年轻女生的尊重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说小男生也会疼惜 保护小女生 日前网路上的这一段影片 最近又被人上传 然后短短几天 又是十几万人 点阅两千字的分享 小女生说想抱抱 这个男生的回答 大家觉得好窝心啊 我今天要带糖果哦 妈妈 妈妈 你算起妈妈就来了 那你问我赶紧要帮你 我等一下受房地好不好 我可以抱抱我 什么 其他都可以 抱抱的 这个是刚给同学的 你说老师吗 你可以 你可以抱抱我 可以吗 你只有太想要 我想要抱你啊 你想我也太想要 我怎么抱你 我不想要在这边 那些 不想啊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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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叫妈妈早点来 来接你 真的有两小无猜的感觉 另外再看到的是 美国的设计师 他要出售自己 在纽约的豪宅 那么也让记者 先去看一看 设计师 Tommy Hilfiger 带CN记者参观 他的纽约豪宅 走上旋转楼梯 映入眼帘的是 纽约人的最爱 中央公园 这里我们在 Central Park 5th Avenue 北方的游戏 滑滑滑 你带你到那里 当然 室内装潢湿滑 房间各有各的特色 有紫色 有童话风格 当然也有 该品牌最著名的 海军风 Tommy Hilfiger之前 传出骑士有色人种 说不想卖衣服 给飞翼跟亚翼人种 尽管曾在脱口秀 女王欧普拉的节目里辟谣 但似乎难摆脱骑士形象 先前豪宅开价7500万美金 但房市不热 价格现在掉到6900万 大约台币22亿多 有能力买单的有钱人 恐怕很多都是传闻里 Tommy不喜欢的 飞翼跟雅翼人士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等一下再上到国民单一看 从欧洲第一间海底博物馆 在西班牙的小岛正式开放 下面当民宅里面搜索的这个事件 今天一直有最新的发展 那么首先看到的是 当局人魏先生 今天下午已经到北柬 被调查了 那同时他说 真的很害怕 他只能配合宪兵 国防部长高广齐 因此在被立委质询的时候 公开道歉了 跟魏先生还有他们家人 还有全国同胞道歉 我们已经开始就表达 请你道歉 我们一开始 请你道歉 我是要求你道歉 要求你本人 针对这个事情 如果造成他的一些不安 或怎么样 或对国人的一些 这个纷扰 或不安 我代表国防部道歉 好 谢谢你 好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国防部方面呢 已经坦诚是 政战局约人搜宅 而消防处长 赵戴川呢 也扛下责任 他说呢 当时呢 是他要军事安全总队 把当事人魏先生约出来 协调宪兵指挥部 由台北宪兵队来执行 更高级的长官 例如宪兵司令 还有政战局长 是不是涉入 国防部收成熟的名单 应该最快 今天晚间就会出炉 那么其实在废除了 军神法之后呢 很多人关注 宪兵他已经没有了 证办违反军法的 这个部分 但是 立委红司令就说了 这个时候呢 军方还以为 自以为有司法权 应该是要检讨的 法界人士又怎么看 这一次的事件 宪兵指挥部 还有英廷的战岗卫兵 但出入人员 似乎全部控管 原本监督 三军军机的宪兵 执法过程被检讨 退役上校点名 脑袋出了问题 宪兵最近的两个状况 一个是提振部 包括这个 都是网络爆了以后 你才出来 那问题是说 如果网络没有爆 它就仍然存在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 今天军方需要改革 不是从你内部去改革 因为内部永远是 官官相互 而且我讲白了 你今天国防部长 是海军出身 你根本不了解 这些陆军 根本和宪兵 在做些什么 宪兵立属于陆军 但拥有军事 刑案调查权 所以独立成一个司令部 任务特别 军事训练也特别严格 宪兵有单位 曾经穿着 黑色制服 表演爆破 飞车拦截 攀将等训练成果 他们也在 刑事诉讼法定义下 具有司法警察的身份 因此除了特区站岗 维护军记 还会侦办刑事案件 但侦办刑案 需要受检方监督 属于特殊单位 这次在搜索过程被质疑 比较可能是 无令搜索 和同意搜索的界定模糊 毕竟无令搜索 还需要符合 紧急搜捕的要件 在搜索的时候 所谓的违法搜索 是不是它是属于合法的 还是属于违法的 这个举证责任 应该是在 这个司法警察明镇上 所以现在献兵 它变成要 它去证明说 它是合法的搜索 如果要先同意书 才能搜索 当事人能拒绝 但法界人士认为 这种案例非常的少 检警通常会搜证完整 再执行搜索 外界认定 这次献兵办案 手法粗糙还硬拗 目前由检方 再来检视办案漏洞 GP月新闻 黄金国林伟龙 台北报道 好 来看看 重现了当地生活的样貌 还有以欧洲难民为主题的作品 就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岛 这是欧洲第一间的海底博物馆 正式开放了 栩栩如生的雕像 竟然在海底漫步 仿佛披上一层蓝色薄纱 神秘奇特的景象 让人一不凯目光 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兰萨罗特岛外海 号称全欧洲第一座海底博物馆 最近正式向外界开放 一座座雕像陆续下放到水里 被安置在约14公尺深的海床上 姿态神色各异 预计2017年才会全面完工 届时将有超过300尊雕像 占地2500平方公尺 一手打造海底雕像的就是他 英国艺术家泰勒 2009年开始在各地建设水下博物馆 创作足迹 遍及加勒比海岛国格瑞纳达 巴哈马首都拿索 以及墨西哥的坎坤市 过去泰勒的作品 灵感大多来自当地的民众 找真人当model 重现他们日常生活的模样 然而这回在兰萨罗特岛 除了地方元素 他还添加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长期关注社会议题的他 有感于欧洲难民问题 打造了这个名为拉姆培杜萨岛的救生艇 小船雕像上挤满了乘客 男女老少一个个看起来都饱受苦难的折磨 泰勒说这不是为了纪念被大海吞噬的生命 而是希望所有人未来都能展现更大的包容 然而除此之外 海底博物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 原来海底博物馆真正的目的 是要唤醒全世界对海洋保育的重视 因此雕像使用的原料 都是特殊中性长效型水泥 不只能抵抗水流 更不会对环境生态造成影响和冲击 一旦放入大海里 还会和原本的生态融为一体 这种比较的独立 但无论人造成的没法 能够合起来的想法 的自然 纪念 小船雕像像是尾巴在面上的面上 小船雕像 小船雕像 模式的形式 小船雕像 一种红色的红色 的最深的红色我从来看过来 在我的生活活着 在河河 浮河 酷雕像 属于河河 大自然才是最厉害的艺术家 泰勒说他的雕像其实只是一个平台 就像人工珊瑚会吸引更多的动植物聚集 繁衍大量后代 作品会随着时间不断进化 千变万化没人能预料 而这些奇异美景不只加深 世人对海洋保育的重视 也替当地带来不少直接的利益 巨大的观光效益让当地政府也投入资金 协助规划和建设 门票等收入则会用在国家公园的管理 以及渔业捞补配合上 泰勒的作品持续在各地开支散业 日前在伦敦泰晤士河市中心的国会大厦前 也出现了四尊半生尽在水里的雕像 名为末日四骑士 希望借此让更多人关注全球暖化的问题 艺术与环境合而为一 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TVB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看这些女生冲浪 可她们身上的那衣服没有一般的厚重感 为什么呢 非常的特别 原来全部是用人体彩绘 喷出来的 也因此呢 她们呢 就穿了这个泳裤 可是呢 上半生其实是没有穿衣服的 但透过了这样的人体彩绘呢 当然就不会有很多的这个情色联想 反而会觉得非常的健康美丽 在海洋中也成为新的焦点亮点 为了刺激消费呢 南韩现在有最新的退税服务了 现在一道南韩旅游退税服务 变得比以往更加方便快速 为了刺激外国旅客消费 南韩政府推出快速退税服务 凡是购买3万到20万韩币 约台币900到5000的商品 旅客都能在结账时 直接扣除10%的增值税 不但省下机场排队时间 也等于是变相的九折优惠 但不止购物吸引人 收入的新兴景点 同样魅力十足 放眼望去大片蓝色货柜 层层堆叠 营造出不一样的文创工业风 这里是建国大学商圈 新崛起的货柜商场 商场内各式手作小物 时尚潮流品牌纷纷进驻 配上独特的建筑设计 成为首尔最新热门景点 聪明小猪和你亲嘴打招呼 位在首尔近郊的立川猪博物馆 收藏了上千件以猪为主题的艺术品 还有小猪特技表演 可爱有趣 还有去年底才刚开幕的 泰迪熊博物馆 有的浪漫喝咖啡 有的害羞在求婚 一只只泰迪熊搭配不同主题场景 化作各式角色 让人可以百分百沉浸在 泰迪熊的童话世界里 约新闻组合报道 值得探究的热门影片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把棉花糖放到真空罐里面 然后把空气抽掉 你觉得它会怎样呢 很多人答案就想 它应该会扁掉吧 是这样吗 来看一看 所以你把空气抽出来之后 棉花糖反而是 占了一种 散开的耶 为什么呢 他们说其实跟压力是有关系的 最主要是因为 你把棉花糖里面的空气抽掉之后 它因为罐子里的气压变地 就会膨起来 当空气再灌进去的时候 表示气压上升了 棉花糖反而被压扁了 大家看到这样 有没有觉得 其实跟你一开始所想的答案 不太一样 好 也谢谢你加入 今天的赞生大国民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